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聊聊博物馆 今天我们回到我们的固定专栏 也就是我们的家家有本难念的今系列 今天要热情欢迎我们的常驻来宾之一 休许久没再见面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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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大众的代表TAMMY 我都不好意思说什么常驻 我根本就不知道去哪了 哦 好怀念哦 还好你没忘记我这样子 对啊 而且还有人很喜欢你的那几集耶 就是在问说你到底跑去哪里了 也太感人了吧 我看到都吓到了 想说哇 不忘了 就是还问说跑去哪里 到底跑去哪里的 就是生小孩 生了一圈就回来了 哦 对啊 那我们就直接进到我们的那个 这些歌的蛮难念的今的 第一个桥段 也就是之前的新闻回顾 第一个新闻我们要讲到说 埃及的 埃及的考古新闻的对 3500年前埃及民众拜月老 巨量祭品垃圾堆 华沙大学波兰地中海考古中心的某位博士 在挖掘一座供奉哈托尔女神的庙宇时 发现3500年前的垃圾堆 从中惊讶发现了数百个油乳房的小雕像 装饰盘和其他的文物 作为献给古埃及爱与生育女神的祭品 哈托尔女神被认为是天空妇女爱与生育之神 以向死者提供食物和饮料而闻名 并欢迎逝者进入另一个精神世界 这位博士认为 当地人带着祭品成群绝对而来 寻求女神对爱与生育的保佑与祈祷 花狐这不就是当代败越老的行径吗 这是我自己讲的 原来就是你讲的 我想说 神庙的看守人可能因为这些祭品实在太多 所以将其丢掉导致了大量的垃圾堆积 这个垃圾堆所在的建筑物是由法老王哈特谢普苏特 在公元前1479年 花了大约15年的时间建造的 哇靠好强哦 但你之前有拜过越老吧 就是那种刚好遇到拜而已 没有特别 从来没有特别去拜过 所以就不会就是听到人家说什么 哪一家喊林燕之类的 就会顺便去 台北就 如果是台北 应该就是侠海城隍庙的那个越老吧 我不知道 有一些比较大的庙 旁边的那个 就是侧神 也有也有越老啊 但那个就 就是就是我说的 我不小心遇到的 所以我是没有去过侠海城隍庙 没有拜过越老 但有的是那种比较大的庙 然后里面刚好有 就哦哦哦 嗨你好 就顺便打个招呼 顺便你就是打声招呼 对对对 你也知道我 牵到一下 有礼 但是以前就比较 比较搞刚一点 还要送小雕像 有鲁房小雕像 保育助身 这就是之前这个新婚 让我就是眼睛一亮的部分 就是以前的祭祀品 跟现在的祭祀品 有点不太一样 而且很用心耶 还要做成那种雕像 也是 但是我觉得这一定 就是像那个 现在公庙附近 一定会有那种工作坊 然后是专门在卖这些小雕像 就像旁边有人在卖金子 那种的啊 就是会有 因为有甚至的经济圈就对了 土地公庙旁边就很多水果摊 不是吗 就是要配合这种 就是来不及买水果 不确定买什么水果 是对的人啊 其实我觉得对现在 除非真的是从小 真的在家里 就是这种东西 他都有参与 比如说 我相信就会有一些 就是有些不成文 或者说 就是试规定 但我们都不知道 然后就是有些水果不能拜啊 然后或是什么 一定要怎么样啊 什么这种 这种我都不懂啊 所以你就最好是去 那个附近直接买 就一定是对的 而且旁边那个 卖水果的阿姨 应该都知道 哪些可以拜 哪些不能拜 所以他只会卖那些 可以拜的 但我觉得 他不会卖不可以拜的啊 对不可以拜 那就没有人要买 可能就要离公庙远一点 这样也对 反正 这个新闻就是跟大家讲说 在古埃及三百 三千五百年前 有个女皇 女 女法老 然后她就盖了这个 祝生 祝生娘娘兼爱神兼 天空神兼 等等等等的一个公庙 让大家击拜 然后因为垃圾太多 然后现在被考古发现 也就移植 那我觉得我们拜水果蛮好的啊 你觉得你拜水果就直接吃掉 就直接服食就好 很棒耶 完全就循环经济啊 神明吃完人类吃啊 这不是循环经济的意思吧 就是不会 祭拜完就不知道怎么办 放在哪里 循环经济 这现在很需要好不好 不要制造垃圾堆好吗 还放三千五百年 我的妈呀 对啊 那一堆雕像 放三千五百年 真的很夸张 所以这个新闻的来源 就是来自于一个网络媒体 我今天呢 是看到某个小报做报道 所以不是已经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那么下一个新闻 是来自于那个是什么的 史密森尼亚协会的网站 它有一个部落格 就是它的杂志 然后就报道了一个 关于希腊人的饮食习惯 失传希腊鱼鹿 Gorum 因新考古发现重新 重建配方 如果要古希腊人和罗马人 票选最喜欢的料理 鱼鹿 是念Gorum吗 怎么念呢 我也不知道 这种果汁 G-A-R-U-M 一定是名列前茅的选择 但在现代人的眼中 或许是一项强力催吐剂 尤其是要你吃下一团 在地中海下曝晒 腐烂长达三个月的 鱼内脏大餐 我这边要问你一下 你有单吃过越南的鱼鹿吗 我从来没有单吃过啊 一定都是加在什么料理里面 谁会单吃啊 单吃超可怕的 我的妈呀 超可怕 那东西 不是拿来单吃的吧 对啊 那是要加在 加一滴或两滴这样子 对啊 就很香啊 泰式料理什么 越南料理就加的很香啊 但你单吃超可怕的 如果你下次真的有那种 要挑战的性格 或是要骗人的话 就叫人家单吃 超可怕 下次玩游戏书的人 就是喝一汤匙鱼鹿 会锁吼 我跟你讲 然后就是再也不联络了 考古学家发现了什么 在公元79年被苏维 维苏维火山灰掩埋的旁贝城的一种建筑物中 发现了六个密封的大型粘土储存容器 猜测为当时研制海曼的小吃摊 西班牙的研究人员认为 或许能透过这项考古学发现 烧焦的鱼骨壶样本 再加上花粉分析配合其他的古文献 重现出古希腊美味的鱼鹿配方 听起来很可怕 但吃起来如何 高级米其林餐厅 El Faro的主厨 哦好长哦 Mario表示 就是一个Mario先生 对Mario表示 他们会想象一些 闻起来令人作呕的东西 但是我们必须像加盐或酱油一样 来考虑这个Garum 也就是鱼鹿的希腊文吗 嗯 你只用了几滴 味道就令人难以置信 这还highlight 这是我故意把它highlight 我觉得这个超夸张 真的很像那个鱼鹿的Garum感觉 真的 对啊 因为你如果那个什么越南菜 或是泰国菜 你不加一点鱼鹿 那真的会少了一个味道 对啊 只能做得像 但不能重建 一些扫兴的食品历史 学家表示 不可能重现这些古罗马鱼 这样的现代版本 罗马人不仅消费 至少两种不同的鱼 而且北非 布列塔尼 西班牙 和帝国其他地区的工厂 也会使用不同种类的鱼 遵循不同的食谱 就像在国外留学 下面不用念啊 这是我自己随便选 好有趣啊 但很实在啊 那你念好了 这其实也不用国外留学啊 就是 也是 怎么样都煮不出阿嬷的口味一样 或是相口面店的手指面的味道 因为食材取得就是不一样 你知道相口手指面是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啊 就是 就是手指很不怕烫嘛 顺便洗一下 就是老板 老板端面的时候 那个手指都会浸在那个面汤里面 现在没有酱了好不好 真的吗 像这样子 现在比较不会吧 我不知道我已经很久没看到人家亮了 你不要吃到第一碗就好了啦 反正都已经洗过了 反正就是利久迷信 就是每天都是摸那个 对啊 它的标志 一直消毒 就是手指 好恶心哦 但这样的话 你本人就是有 你家里面有准备鱼露之类的吗 你常会煮东南亚料理吗 我之前有买过 因为那一阵子非常喜欢煮泰 很想煮泰式口味的东西 嗯 然后就买过那一次 后来没有欸 所以近期都没有了 嗯 那你之前是通常做泰式东西做什么 那个 清木瓜丝 清蒸那个鱼啊 嗯 柠檬鱼 就是要加一点鱼露进去 超简单 然后就 把料全部鱼露 然后跟这些东西 然后 酱料会有鱼露 然后调一调 然后一起都要 电锅里蒸一蒸就好了 那是香香的 原来如此 对啊 我忘记 打包猪应该没有鱼露吧 我忘了 应该没有吧 哦 然后那时候我还会做那个 很像越南的那种春卷 然后那个 那个窑加鱼露吗 啊 会沾一下 就弄个 弄一个沾酱 因为就是 就是因为那个 春卷里面就只有包蔬菜啊 还有那种烫过冬粉什么的 都是很淡 都没有什么味道 然后就用一点鱼露 然后跟什么辣椒 什么醋 之类的 然后调一个酱 然后像沾这样吃 就还蛮好吃 哎 我一直以为像那种 越南春卷 就一定要买那个 美国的那个 那个 那个亚洲甜辣酱 他不是有出一个亚洲甜 然后红红的一罐吗 那他那里面超 超咸跟超甜 哎 我超想买那个 可是我觉得台湾好像没有 台湾没有 我不知道去哪里买 可能要去特别 特做店买吧 就好像没有那么容易 那个是美国货 就是 我大概知道你说哪一种 但我觉得 就是你在外国的亚超 好像很容易买到 嗯 但在台湾就有你一般的超商 买不带到 可能要找 会不会要去什么 Jason's之类的那种买 我也不知道 哎 我以前还蛮爱那个 就有点辣辣甜甜 就这样 对 但那就是调味量超多 你要去看后面的成分 表示都很可怕 我不想看 就是超油跟超甜 跟超咸 快别这么说 好啦 那今天我们那个 嘉嘉尔本能力的经济 就到这边为止 那今天就带来两则新闻 第一则新闻 就是讲到那个拜月老 然后制造出一堆 成堆垃圾堆 最后被后人发现的故事 第二个就是讲到那个 希腊的古配方 鱼鹿 然后最近因为考古新发现 那个旁贝的古城 旁贝古城那边的小吃 但然后发现了 可能会可以发现 重建它的新配方的一个 两则新闻 那到这边结束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Bye Bye